精華製肅專輯 kitup希腊變得 tule時刻 影片區詞言指援 音樂行動 letis off 里的原理 我們就從這邊開始來談 這是從Wiki照下來的 就是一個N2O4和NO2 它是一個典型的化學平衡反應 那它会随着温度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因为平衡就开始慢慢朝向某个方向走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谈说 当一个化学反应受到外界影响 包括增加它的反应浓度 不管是反应物或者产物的浓度 或是增加压力 增加体积 增加温度 到底这化学反应的影响是多少 那在之前我们通常都用定性的叙述 定性叙述从这个地方 这也是一个wiki网站上面告诉你的 当一个化学反应在平衡状态 受到任何的影响 包括浓度、温度、体积压力的时候 它会朝向降低 如果今天增加这些其他的物质的时候 或是它的因素的时候 我会朝向降低这些因素的另外一个方向走 所以它朝另外一个方向 那把这些增加的东西把它降低下来 如果是减少的话 它就朝另外一种方向 OK 好 讲半天我们就从范例来看 好 我们先谈浓度好了 OK 原来这个是一个平衡常数是k等于1 当你把反应物加进去的时候蓝色变多了 一旦变多以后呢 整个q值就变小于k了 因为它的反应物变多了 它分母就变多了 所以q变小了 所以这时候你会产生出更多的黄色 OK 使得它k又恢复到k 恢复到1 那同样情形 当你增加更多产物的时候 这时候q就大于k了 那这时候呢 你会朝向反应物方向走 使得q慢慢下降到k OK 所以这个基本上 大家都在高中的时候学过 那我们就直接讲一些范例比较容易 OK 好 这个是课本上面一个范例 at some temperature the reaction 这是N2加3H2 产生出2NH3 OK 这就是哈勃法里面的 哈勃法里面的化学粉应 氮气加氢气产生出氨气 OK 好 当它们达到平衡的时候 这平衡的浓度是 0.0683Am 另外一个是8.8Am 然后再来是1.05Am OK 当有一些些 所以这时候已经平衡了 当你在平衡的时候 你再多加NH3的时候 那它的浓度呢 NH3从1.05Am 变到3.65 OK 那如果你用拉萨特列原理来推测的话 它应该是朝哪个方向 那请你用Q 就是一开始 第一句话就是说 请你用拉萨特列原理 如果今天问的话 就请你用文字叙述 用电性的方式叙述 拉萨特列原理 当你增加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它会朝另外一个方向走 OK 第二个就是 接下来就是 请你用数学的简单的导式 导出来说 Q和K之间 QC和KC之间的关系 然后推测出它的方向 所以这个其实都不会太难 只是呢 当你在被问到的时候 一个是用文字叙述 一个是用简单的数学 关系是 然后拉萨特列原理是合理的 好 那我们先看 原来呢 这个是N2 gas 加上3倍的H2 gas 产生出NH3 gas OK 然后这边前面是2 原来的浓度 在平衡状态的浓度 这个地方 N2呢 是0.683 0.683m H2的浓度呢 是8.8m 然后NH3的浓度是1.05m 好 那题目是说 1.05m呢 增加到 增加到3.65m 所以呢 这个原来白色是在平衡状态 当你把这个浓度一旦增加的时候呢 它会朝向 让这个浓度呢 减少的方向 所以呢 基本上它是朝这个方向走 所以根据拉萨特列原理呢 你把原来的平衡状态 在反应 呃 产握的地方 加入更多的浓度 或更多的默素的时候呢 你就会朝 左边方向走 所以呢 基本上它是 from right to left 如果写英文的话是这样写的 根据我们课本 它是用左右方向走 那你如果用中文的话 当然是朝向反应物的方向走 OK 怎么证明它 这是合理的 这是原来就是从叙述上面来写 讲就是说 因为它的反应物增加 浓度增加 破坏它的平衡 所以整个化学反应呢 会朝消耗 产物的方向走 那消耗产物的方向走 那当然就是朝向产物的方向走 那当然就是朝向产物的方向走 是因为它的产物的浓度太高了 你把它增加了 所以你要朝相反的方向走 OK 好 这是六大特列原理的叙述 如果你今天 问这个简单的说明的时候 你就要说 因为它是 产物变多 浓度变多 所以它要朝 反应物的方向走 所以呢 让这个产物的浓度下降 第二个 另外一种就是用Q 来计算 新的Q呢 如果你把它这算出来呢 基本上它就变3.65 OK M 然后它的3.65M的平方 除以 这边是0.683 那乘以8.8的三次方 那原来的K值呢 是用1.05的平方 而分母一样 0.683 乘以8.8的三次方 所以这两个数字呢 Q和K的数字呢 分母一样 分子不一样 所以直接就可以判断 Q大于K 所以它方向一定是这个 from right to left 从product 朝向reactant 也就是它是一个逆向反应 OK 好 这不会太难 只是我们叙述一下 对于温度来讲的话 基本上 温度的影响就要开始 简单地从化学反应里面 要先了解说 到底呢 它是放热反应或吸热反应 OK 好 像I2变2I 请问它是放热反应 这一定是吸热反应 当你温度增加它会怎么样 它会朝向分解还是要朝向合成 谁说 请讲 我刚才有听到朝向分解 为什么 没错 它断见 这一定是吸热反应 没错 I2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它有一个bound enthalpy 所以它变2I 所以ΔHR0一定是大于0 因为它要断见 它要断见 它一定是吸热 一旦吸热以后呢 它变成吸热反应 所以在化学反应里面 它的heat 应该表现出来 就在反应物的地方 加上heat 或是加上entropy 加上热 才会产生出来的是 它的2Ig 所以当你温度 也就是热加在这边的时候 温度上升的时候 它就会从left to right 如果温度下降的话 代表说我这边热不够 所以它这时候才会朝向另外一种方向 所以当温度上升 我也要把heat抵消掉 所以它就朝向right的方向走 所以这是一个吸热反应 所以它温度上升 会朝向产物的方向走 温度我们待会会谈更多 那另外一个就是压力 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压力的话 所以一个是temperature 另外一个是pressure 所以下一个我们要谈到 请问这个压力增加的时候 它会朝哪一个方向走 好 压力增加的时候 然后增加压力 你会希望它降低压力 那怎么降低压力 就是朝向末数变少的地方 所以它是朝这个方向走 当你增加压力的时候 原来是末数在产物的地方是 它的计量系数是2 所以当你把它增加压力 它就朝向计量系数等于1的位置 所以两个末数变成一个末数 这时候你的整个系统里面走末数变少 所以它的压力就会下降 所以基本上它是朝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一个是温度 一个压力在这地方 那我们现在先探讨压力的方面 Predict the effect of compression Compression就是加压的时候 on the equilibrium composition of the following reaction mixture in which the equilibrium has been established 所以它意思是说 当下面所说的化学反应 都已经达到平衡的时候 你现在增加压力 到底它会朝产物方向走 还是朝反应物方向走 我们先看第一个 2PBS加上3O2 gas 所以这时候会产生出2PBO solid 再加上两倍子SO2 两个SO2 gas 好 所以呢 这边的气体 其实这边气体 这边是固体 固体不会受压力影响 气体会受压力影响 这边气体有三个末数 它不会受气体影响 这个地方是会受气体影响 所以是两末数 通常要判断压力的方向呢 你把所有的气体的末数相扣 OK ΔG 所谓的ΔN 就是代表说末数 那我专门是指气体的末数 OK 好 这个地方有气体末数是2 这边气体末数是3 所以两个相减成-1 代表说 当你的化学反应呢 它的ΔN的气体 减少的时候 所以当你压力变大 就是P增加的时候 那ΔNG 小于0 所以它会朝气体比较少的末数方向走 所以基本上得到的结果就是 from left to right 到它中了 好 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刚才那个I2 这地方我们可以了解说 这个ΔNG 像这种题目的话 它的产物是2 所以讲Δ通常都是从产物 中了端减掉起始端 所以中了这个产物端里面气体的末数 这边只有2 那减掉其实就是反应物的末数 它就是2-1等于正1 它是大于0 所以当压力增加的时候 那因为它是大于0 所以呢它就会 from right to left OK 所以当ΔN大于0的时候呢 基本上压力增加了 那代表说它就会 退回到反应物上面去了 OK 所以基本上ΔNG的正负号 可以让你简单的判断说 当你气体呢 反应的时候呢 受到外面压力的时候呢 影响的时候 到底ΔN大于0的时候 它是朝哪一个方向 那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 当ΔN的G等于0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受到压力影响了 H2 gas 加上I2 gas 产生出2HI gas 像这样的题目 它的ΔNG等于0 所以当它的ΔNG等于0的时候 代表说它压力增加 没有任何的变化 OK 所以用气体的总默数的变化 从反应物到产物上面 那你就可以简单地判断说 它到底大于0 小于0 它的反应有什么不一样 OK 这种题目呢 是简单的定性的描述 所以呢 不会太难 比较麻烦的是说 如果我现在增加压力了 我想要知道其中的化学反应 它的化学反应 它的化学反应 可能朝向左方 或朝向右方 最后达到平衡的时候 它们的分压 所产生出来的默分率 有差别有多少 OK 这是课本的上面的范例 第一个 The equivalent constant Kp for the following reaction is 0.115 就是在298度K的时候 这个化学反应呢 它是N2O4 变成2NO2 它的分解反应 然后它的平衡常数是0.115 好 请你计算一下它的默分率 如果今天总压力 最后平衡的总压力是1bar的时候 它的默分率是多少 那如果它是5bar的时候 它的默分率是多少 OK 它们都达到平衡 也就是在1bar的时候 它是达到平衡 5bar的时候它会达到平衡 请问它们默分率会不会不一样 好 我们就先把这题目先写出来 还没做计算的时候呢 你要先想想看 到底哪些会变掉 整个系统受到压力影响 到底最后结果是多少 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做它的定量去数 从N2O4的gas分解成两颗NO2gas OK 那题目已经告诉你它的k是多少 OK 所以这kp值已经提目给你了 0.115 好 我们先讲一个是1bar 一个是5bar 请问在1bar的时候 平衡的时候呢 这边的分压 N2O4和NO2的分压 和也就这边的pNO2 和这边的pNO2 我把它用prine和pn2O4和p'n2O4 这两个值会不会一样 都在平衡状态 不会一样 好 请问1bar的时候 这pNO2谁比较 如果说不一样 这个值比较大 这个值比较大 下面值比较大 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值会比较大 理论上应该比较大 因为压力就变大 分压也会变大 但是差别在哪里 所以题目问的 要说它的mol 到底它的mol 到底它的mol 会不会增加 也就是n的NO2 和n的NO2 prine 甚至xNO2 和x的NO2 也就是它mol 我们就谈多mol 这mol 会不会改变 随着压力增加 nNO2的mol 会不会变多 还是一样 最后 我们还想要问说 它kp有没有一样 你要把这几个都弄清楚 我们才能知道说 这个题目 我们算下去 会不会有不同的答案 首先这两个值会不会一样 kp值 也就是说 Lessartelli的原理 我增加了压力以后 平衡常数会不会变 不会变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 同意 这两个是一样 我把它写在 这两个一样 这两个呢 我们不要讲分压 因为分压一定会 都会增加 这就没什么好玩 mol分率会不会一样 mol数会不会一样 我们先讲mol数 mol数不一样 谁的比较多 这个mol数会比较多 总压比较大 然后它的mol数就会变比较大 ok 好 我们说总压比较大 分压会变比较大 那mol数会不会变比较多 那这个呢 你说这个比较多 为什么 压力增加 压力增加 所以它应该朝的是 这个方向走 当变5压的时候 所以它的mol数应该会减少 好 确定kp0.115不变 ok 我们先上1bar 所以一开始总压力ptotal等1bar 那我们先假设pn02等于是xbar 所以pn2 o4 它就等于是1bar 就是1-xbar ok 所以这时候你的平衡常数带到平衡常数kp等于0.115 就等于0.115 就等于是下面的x平方 除以1-x 然后去解它 它就变x平方等于0.115 减掉0.115 x 好 我们去解它 这边解出来的值 x有两个值 一个是 0.286 另外一个值呢 这边是负0.401bar ok 负0.401bar 所以这个值是不合理 因为它负值 它是负值 所以你可以算出来 所以这个值呢 xbar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写出来 解出来呢 这边是 在 0.286bar 这个地方呢 我们解出来呢 是 0.714bar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当它等于是5bar的时候 p total 等于5bar ok 好 那 当它变成是 p no2 这边假设它是一个xbar p 这边是 n2 o5 0.5 等于是5-xbar 所以同样的方式 你把它带到这边来 kp 等于0.0115 它就等于是x平方 0.115 除以5-x 0.2 0.2 对 多一个 好 把它解出来 它就等于x平方 等于0.115乘以5 减掉0.115-x 好 这边解出来的呢 x等于n0 ok xn0 x等于0.705 or 或者是-0.82 所以-0.82是不合理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它算到这边来的话 等一下我看一下 5 没错 ok 好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解出来 在这个地方 p0.5的时候 这边是0. 我把它写下来 这边是 0.705bar 那再下来 这边呢 是 5 扣掉 4.295bar ok 好 这个地方呢 它的分压 它 你要再除以5 才能知道它的末数 因为 因为它增加5倍 ok 所以呢 它体积呢 事实上 同样的化学反应 同样的这个 所有的反应呢 它事实上体积呢 变成是五分之五 五分之五的体积 ok 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的末数是多少 所以你其实呢 再把它体积算进去的话 这边的末数 事实上是整个降低下来 好 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 它的分压 当然变大 每个都变大 但是它末数能不能增加 其实呢 从理想器里来讲 第一个 同样的系统 它从1bar 进入到5bar 这边如果假设它是 体积是v的话 这边体积就变成是 5分之v了 所以呢 它的末数 这边的末数 no2 的末数 就等于是 rt分之pv 所以这边v是0.28 0.286 那v 我们用假设是v 温度一样 而这边的末数呢 得到结果 n的no2 pr 所以呢 基本上它就变成是 0.705 分压 分压 虽然增加 但是它总体积变少 除以rt 所以它是变小 所以基本上 它的末数 也跟得变小 所以这边末数呢 是0.705 除以5 这边是0.286 所以0.705 除以5呢 基本上 这个数字 就等于是 0.141 乘以v 而这边是 0.286 乘以v ok 好 接下来我们要算的是末尔分率 末尔分率呢 基本上你就是把直接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算的是末尔分率 那我们把末尔分率 把它算出来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公式的时候 就直接这样带 待会我们要导出来 右上角的公式 就是kp和kx之间的关系 ok 其实不需要被那公式 你还是可以解这些式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末尔分率 xnO2 和xnO4 的末尔分率 把它算在一起 因为这两个加起来是一把 所以呢 事实上这两个值就等于是 0.286 这边就等于0.74 所以这两个 跟这两个值是一样 因为它是一把 那这个地方呢 是五把 所以呢 x'nO2 就等于是 0.705 除以五把 这边是xnO2 xn2O4 所以 所以得到末尔分率呢 那基本上 一个是0.141 0.141 另外一个是0.859 所以末尔数减少 末尔分率也跟着变少 你看这个末尔分率也是变少 所以一切都朝向 压力变大 压力变大 一切全部都停到 反应物上面去 OK 好 这是一开始 就是你要注意一下 虽然它压力增加 它分压力跟着变大 即使呢 它是走向产物的方向 但是呢 它的末尔数 末尔分率都跟得变少 好 接下来我们来导上面的 右上角的公式 kp和kx 其实呢 所谓kx 这是我们课本上面的解法 课本上面的解法 就不是用平衡常数来算了 它其实呢 就可以导出一个公式 这公式呢 就是用kp和kx的关系式 什么叫kx 什么叫kp kp我们已经知道了 OK 好 kp 就等于是p的no2的平方 除以p的no2 0.115 kx 事实上 就是末尔分率的平衡常数 那kx呢 基本上是x的no2的平方 和xn2O4 这两个是有关系的 我们刚才已经告诉你说 kx 如果这个delta n 这个化学反应delta n的g 不等于0的话 压力变大 压力变大 kp值不会变 因为平衡常数 不会随着压力有关系 但是它kx会变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 末尔分率事实上是不同值 不同值 带进来它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kx会随着总压力变化 随着总压力变化 随着总压力变化 得到的就是右上角这个式子 那怎么样导出这个式子 因为一开始这个是一个分压的方程式 分压方程式呢 就等于是pnO2的分压 就等于是x的no2 乘以总压力 p代表总压力的平方 下面的分压pn2O4 就等于是pn2O4的末尔分率 乘以总压力 乘以总压力 这是一次方 所以呢 当你把xnO2整理出来 除以xn2O4 这边整理出来 剩下的总压力就在这地方 这总压力就等于是2-1 ok 那所以呢 这地方2-1事实上呢 就等于deltan了 产物的末尔数 计量系数 减掉反应物的计量系数 所以最后我们就得到 这个是kp 就等于是kx 乘以总压力的deltan 那我们刚才另外一个式子 是kp和kc之间的关系 我们是另外一个式子 是kp和kc之间 它是rt分之deltan 所以当你解这个式子 你可以用这个式子去导 你可以知道说 原来在不同的压力底下 它kx会不一样 kx不一样 直接就去求它的这个值 去解它也可以 ok 所以呢 课本是直接利用这个方式 得到不同压力底下的kx 那解法差不多 也是会进入到一元二次方程式 两边解法都可以解 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 下一题我就直接用kx解 这个是课本后面的范例 你们也可以回去用另外一个 用分压的方式解 这课本勾选的习题 它是问说 the equilibrium constant kp for the following reaction is 0.13 at 在830度C的时候呢 它的平衡常数kp是0.13 对于这个SO2加O2 常数SO3 ok 好 在一个化学反应里面 在一个实验里面 它一开始就放了2mol的二氧化硫 2mol的O2 ok 好 请问在整个系统要多少的分压 总压力是多少的时候呢 这时候它才会得到80%的产率 ok 这句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产率 ok 好 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题目 我把这个式子留着 待会我们会用到 这个是2SO2加 加上O2加 产生数2SO3加 好 起始的时候 它是2mol 它是2mol 这边是0mol 好 假设到平衡的时候 它得到百分之百产率 我们先算什么叫百分之百的产率 百分之百的产率是要所有的东西尽量都反应掉 ok 好 哪一个东西会反应 全部反应掉 SO2会全部反应掉 SO2 好 所以这边会2 减掉2 因为这边有2 既然这边减掉2mol 这边会2 减掉1 这边就会产生出2mol 所以这边就变加2mol 所以这叫百分之百的产率 好 现在它 我是说我要控制到某个压力 最后平衡的时候 它只有百分之八十的产率 所以我可以控制不同的压力 所以会得到不同的产率 所以我这时候控制到某个压力 它这时候会产生出y yield ok y yield就是产率 所以它产率从百分之百降到百分之八十 所以这边变成是2乘以0.8 所以它应该得到的是1.6 我们要求的是它最后产率是1.6mol 1.6mol 也就是说它事实上就等于是2 就百分之百要吐掉0.4 吐掉0.4这个地方本来是1 我们说这边是1 这边是0 百分之百产率的时候 这边全部消耗掉 ok 所以这个地方呢1要增加0.2 因为这边0.4 取它计量系数2 所以这边要增加0.2 所以这个地方要增加0.4 所以当你在百分之八十的产率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整理出来 整理到最后呢 这个地方是正1.6 这边是正1.2 这边是正0.4 题目告诉你说它的平衡常数是1.3 kp等于0.13 然后我们知道 刚才简单的导式 是kx等于总压力 乘以delta n delta n呢我们是2 减掉3 所以delta n呢 就等于是2 减掉3 等于-1 ok 所以我把这是 我们可以用到 我把它写在上面 好 既然kp知道 kx 我们利用这样子 我们要求得到这样的莫尔数 这样的莫尔数 我们就可以转换成它的莫尔分率 在这时候它的莫尔分率 x 因为这三个加起来 0.4 1.2 1.6 三个总加在一起的 总莫尔数 n total 就等于是1.6 加上1.2 加上0.4 等于3.2 我们需要达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我们就把0.4 除以3.2 这是它的莫尔分率 1.2 除以3.2 这边是1.6 除以3.2 也就是说 我们把它的产率 转换成它的莫尔分率 把它算出来 好 这样子得到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在80%的kx是多少 这时候呢 我们直接算它kx 就等于是1.6 除以3.2 的平方 OK SO3是平方 然后呢 O2 它就等于是1.2 除以3.2 SO2 它的0.4 除以3.2 这边是平方 因为它这边是2次方 好 这时候的kx 我们可以得到是 大概是42.677 带到这边 式子里面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分压 是多少 所以我们刚才告诉你说 随着总压力变化多少 它的莫尔分率就不一样 气碟的莫尔分率都不一样 气碟的莫尔分率不一样 就会造成它的产率就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追求一个产率是80%的时候 你要把它算出来 好 所以呢 产率在80%的时候呢 它的kp值是不变的 OK 所以呢 这边是 因为这个地方是kp的-1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这边是-1 所以把这个kp 反而是在分母的地方 把它移到这边来 所以p呢 就等于是kx除以kp 在这个方程式里面 所以我这时候就可以知道 为了要达到这个kx值 我的总压力应该多少 这kx值呢是42.677 除以0.13 0.13永远不变 因为它是一个kp值 但是kx值呢 会随着它的总压力会变化 所以呢 最后得到的 它总压力就变成是328 好 我们都会做计算 会出问题就是最后一步 这算都算出来 公式也都出来 请问最后压力单位是什么 是吧 一定要吧 因为我们在导 回到原来的公式 kp和kx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导 kp p 假设这是a的a次方 gets 产生出b的b次方 gets 这个是kp的b次方 除以b的a的a次方 ok 那推倒它mol分率的时候 我们是把这个xmol分率 乘以总压力的b次方 xam xa的 再乘以它的总压力 这个a次方 第一個平衡常數的壓力一定用什麼 平衡常數的壓力基本上一定是用bar 因為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基本上我們在推倒delta gr等於delta gr0或者說ga 就在說的a的a次方等於是pa除以pa0 這個值是用1bar 這上面也是用bar 所以這邊的壓力一定用bar 既然這邊的平衡常數的p一定用bar 你的總壓力這邊也是用bar 這個也是用bar 所以推倒到最後這邊的壓力總壓力是用bar 那你清楚嗎? 其實都源自於一開始在氣體的activity 或者是我們在推倒氣體的自由能變化的時候 它的參考標準 就是參考標準的單位是用1bar 所以全部都是bar 這也簽得到待會我們要扯一些計算的時候呢 也會用到這些單位 好,有沒有問題 這題 這題比較難一點 其實就是如果照做的話還是可以做出來 你們可以回去如果不用這個公式自己再推倒看看 直接用分壓是不是能夠得到那個結果 也會得到同樣的結果 這個只是我們利用課本的勾選題目 它的標準答案的解法 讓我們解釋一次給大家聽 兩種做法都可以 好,接下來我們要談溫度的影響 所以剛才講說造成有濃度、有壓力、有溫度 溫度影響電線的敘述方式 就是說它到底是放熱反應還是吸熱反應 如果是放熱反應 它在化學反應裡面就在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放熱反應 像ammonia 它產生出來它是一個放熱反應 所以就把heat放在這個地方 當你增加溫度的時候 就是把增加更多的熱度 它這時候就朝向反應物的方向 如果它是降溫的話 所以它就把這個熱吸收掉 一拿掉,所以這邊一旦變少了 所以你的化學反應就朝向右邊 往右邊方向走 這個在我們在高中的時候都學過 所以你只要確定它是一個放熱反應或吸熱反應 放熱反應 你的熱就放在 加在它的產物的地方 如果是吸熱反應 就是反應物的時候要加個熱 那這時候你為了要抵消掉熱 或是熱減少要增加熱 那這時候它方向就是 一個朝左邊一個朝右邊 就可以推出來了 好 這是以前的另外一種網路上面考題 請問如果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N2O4到底它吸熱反應或放熱反應 一個是沒有顏色 一個NO2是有顏色 隨著溫度慢慢上升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冰塊 然後冰塊慢慢融化掉 那這邊變成水 也就是溫度慢慢上升 顏色從沒有顏色變到有顏色 請問它是吸熱反應或放熱反應 對 吸熱 因為熱一定要加在這邊 所以它慢慢跑到這邊來 所以這是一個吸熱反應 不會太難 接下來我們就要用定量的敘述方式 OK 那我們現在來推導 再回顧一下自由能和平衡常數 這邊自由能一定是指標準自由能 OK 所以我把這公式先推導一次 這也是在我們第九章 你們剛剛考過的那一章 常常碰到的題目 首先 再回顧剛才那個公式 就是ΔGR R 在任何狀態底下 等於ΔGR0 加上RT RQ OK 在平衡的時候 因為這個等於0 當它等於0的時候 ΔGR0 就等於是 加上RT RQ 所以這個是我們上次所導出來的 最重要的 接下來我們要用這個公式 就平衡常數跟自由能的關係式子 平衡常數呢 如果在T1的時候 和T2 平衡常數會不會一樣 它所導出來的平衡常數 K1 我們說壓力不一樣 平衡常數會不會一樣 溫度不一樣 平衡常數會不會一樣 不一樣 一定不一樣 基本上 它們會不一樣 因為 根據這個自由能來看 ΔGR0 0 等於 -RT RQ K 好 再來不同的溫度 1K1 T1 不同溫度 這個自由能也會不一樣 因為自由能就等於是ΔHR0 減掉T1 ΔSR0 我再次強調 我們在做計算 尤其在第九章 第十章 尤其在這一章 甚至下一章 我們在講電化學的時候 我們都假設這個值 跟溫度無關係 都是常數 當然 我們在第七章第八章 就告訴你 它的整個化學反應 還是會跟溫度變化 但是 我們都在這邊 假設它幾乎不太變 那當然有證明過 就是它差一點點 還是會有點差 所以我們 在普化階段 都把它證明它是 就簡單的 假設說它是常數不變 但是這個溫度一定會變 所以這個ΔGR 這個ΔGR 事實上是 它是跟溫度有關係 它是T1 隨著不同溫度 自由能就不一樣 這個值也不一樣 所以K1值也會不一樣 當然我們就把它推導出來 同樣的情形 我們在溫度等於 T2的時候 它也會有一個 另外一個自由能 T2 ΔG R0 OK 不同值 那這個地方 我們就得到 負的RT2 RK2 等於ΔHR0 減掉T2 ΔSR0 OK 所以兩個溫度 平衡常數會不一樣 它的自由也不一樣 但是我們這邊假設 ΔHR和ΔSR是一樣 OK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推導 一旦這個式子確定以後 然後我們現在接下來就是 全部除以RT1 我們把T1的時候它的自由能除以RT1 這個式子直接除以RT1 我們就會得到RK1 OK 這邊直接除以RT1 好 直接除以-RT1 就是它直接這邊除以 整個圈圈除以-RT1 一樣 下面這個圈圈 這個式子 這邊除以-RT2 OK 所以我們就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這個第一個式子就變成是RK1 OK 除以這邊除過去呢 它就變成-RT1 ΔHR0 後面呢就變成是加上R分之1 OK ΔSR0 下面這邊是RK2 這邊是-RT2 ΔHR0 加上R分之1ΔSR0 14-24 14-24 或是24-14 在課本我們導的時候是用24-14 24-14 24-14呢我們就得到下面 這個我把它插掉 這個 圈在下面就好 好 這兩行相減 我們得到RK2 減掉RK1 兩個相減 那後面這項 Entropy的項目 因為它項目是一模一樣 消掉 消掉 這地方呢我們有共同的係數 都是氣體常數 我可以把-R R分之-ΔHR0 提出來 整項都是把它提出來 所以我們就會得到的是 T2 減掉T1 分之1 這就是有名的Vanhoff equation 類似我們在第九章看到的 Corses-Clappelon equation OK 這個叫Vanhoff equation 就在這個地方 OK Hoff Hoff equation 最後呢常使用的公式 就像這個式子 把-號乘到這邊下面來 我們就得到最後常見的一個式子 我們就得到最後常見的一個式子 叫做 Rong K2 因為Rong K2-Rong K1 事實上就是Rong K2-K1 OK 好 R分之-ΔHR0 這邊是T1 減掉T2 分之1 回顧一下第九章 Corses-Clappelon equation 用的是這個式子 Rong 這是P2 除以P1 等於R分之ΔH VAP0 除以T1分之1 減掉T2分之1 差別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其實它也是一個 簡單的化學平衡反應 就好像H2O 它是Liquid 進入到H2O Gas 所以這個平衡常數 事實上就是 PH2O 所以這個P2 對於這個整個簡單的 像變化 從液體變成氣象 它就是平衡常數 P1也是一個平衡常數 OK 因為都是在 值得來不同的溫度底下 它的飽和蒸氣壓 這時候它的 entropy 它的含的變化 事實上就是它 蒸發含的變化 那除以R 那E除以T1 減掉T 所以這兩個 一個叫做Corses-Clappelon equation Corses-Clappelon equation 另外一個就叫做Venhoff equation 一樣 這叫Venhoff 所以事實很像 因為都是平衡常數 只是這用在更廣 它不只是在用蒸氣壓 飽和蒸氣壓 它用在任何的平衡常數 只要化學平衡的時候 都可以使用 所以這邊ΔHR 指的是化學反應含 這個地方是指的是它的蒸發含 好 所以這是溫度影響所產生出來的 整個定量的敘述 它是一個數學方程式 你可以解出來它的方程式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計算 這是一個簡單的 簡單的 The equilibrium constant k for the thickness of ammonia is 6.8乘以10的5次方代 298度k 請你預測它在400度k的平衡常數 是多少 OK 如果今天 這個題目已經告訴你 它的化學反應含是-92.22 如果沒有的話 它會給你一個表格 那你就要把那個表格 重新計算 大家常常會犯的錯誤就是 這是ΔHR 這個ΔHR 事實上是這個合成含乘以2 減掉這個合成含乘以3 再減掉它的合成含乘以1 而不是很多人常常就直接把這個的合成含乘以2 拿出來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OK 以前考過題目 大家最容易犯錯誤 我現在把它寫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是Armorin N2G 加上3倍的H2G 產生出來的是 這個地方是2NH3G OK ΔHR0 題目已經直接告訴你它是-92.22 -92.22千交 2NH3G 所以帶來到剛才我們說的那個式子裡面 所以它是RORN 題目已經告訴你298 6.8 6.8乘以15的5次方 所以呢我們這邊假設它是K1 OK K1它是6.8乘以10的5次方 這邊是K2 K在400度K的時候 它就等於是R分之 這個值放進來是-92.22 乘以當時候的溫度 這邊是用K1 K1是298分之1 減掉4百分之1 這邊的計算 我們先注意一下 計算的時候要 會犯的錯誤 第一個 92.88要 必須要乘以1000 把它單位變成是 膠額PerMore 一次 這氣體常數必須要8.314 所以它就是膠額PerMore PerK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算出來它的K的400 OK 算出來的結果大概是51.33 好 有時候題目直接不給你這個值 它給你的是這個 它告訴你說 我可以提供這個的ΔHR 而不是ΔHR 對不對 ΔHFormation 然後這個也可以得到ΔHFormation 這邊也有ΔHFormation 這是指NH3 這邊是H2 這邊是N2 往往同學在考試的時候會忘記 你以為這個ΔHF 好 往往大家直接就把它帶到這邊來了 因為數據給你 那事實上是不對的 所以呢 你應該把ΔHR 0 就等於是ΔHF 0 NH3 乘以2 減掉ΔHF 0 H2 乘以3 再減掉ΔHF 那這是N2 好 所以這次再提醒一下ΔHF 和ΔHR是不一樣的 OK 一個下標是F 這邊下標是R 這個值應該要變是 一個是R 一個是F F F 所以看熱力學表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到每一個細節 上標下標的差別 好 最後一題 這是課後的勾選題目 網路小考裡面的計算題 也 我們裡面放了好幾題 它的類似題目 大家回去可以練習一下 在後面勾選題目 是大概100多題左右 就是最後一個100多題的勾選題 它是告訴你說 在右邊這個圖形 告訴你 它是一個是 T分之一的圖形 X座標是T分之一 Y座標是Long K平衡常數 OK 所以呢這個斜率 其實這個斜率 有沒有人知道這斜率應該是多少 這這個嘛對不對 沒錯 所以它是一個負的 R分之負ΔH0 R分之ΔH0 好 所以呢這個斜率其實你就可以算出來 它是 它的 化學反應還是多少 OK 所以事實上這個題目 告訴你說 我告訴你這個數據 這個數據其實提供兩個 一個呢是 在T1的時候 它是 872K 另外一個是K1 是1.8 這時候的溫度 它平衡常數是 1.80乘以10的負四次方 另外一個呢 這邊是T2 11173K 然後它這時候溫度的平衡常數是 0.048 OK 這個兩個不同溫度的平衡常數 專門指的是I2 分解成2I 好 請你求出這個化學反應的ΔGR 我們的課本呢 沒有檔 事實上指的ΔG0呢 就指這個化學反應的ΔG0 那ΔH0呢 就指這個化學反應的ΔH0 那ΔS0呢 就指這個ΔS0 OK 要求這幾個 樂業學參數 好 我們把這題 希望能夠在下課前把它講完 好 它的化學反應應該是I2分解成 I2 gas 分解成2I gas OK 兩個原子 那題目 基本上是要告訴你說 T1 的時候 它是872K K1是1.8乘以10的-4四方 T2 1173K 它的平衡常數是等於0.048 它要問這個化學反應的ΔG0 事實上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ΔGR0 ΔH0 再一次強調 這個ΔG0 就等於ΔH0 減掉溫度ΔS 如果套這個上面的式子就是ΔG0 等於ΔH0 減掉T 怎麼解這個題目 怎麼解這個題目 哪一個先解 好ΔH 所以我們利用剛才Wenhoff equation 它就是ΔG0 它就是ΔK2 除以K1 等於ΔH0 除以R T1分之1 減掉T2分之1 OK 先解它 沒錯吧 沒有 還是說你覺得還有另外一種解法 沒有 如果有另外一種解法 即將 我覺得那個比較簡單 沒錯 ΔG0等於-RT LonK 這是更簡單 先解它 其實兩個都要解 反正我拿出來的時候都會先解ΔG0 好 ΔG0 基本上呢 我們先解上面的 它會問什麼 在 這三個式子裡面 誰跟872K有關係 誰會誰的溫度不一樣 然後它會有不同值 G0 對不對 這兩個都是常數 我們剛才一開始講的事 所以這兩個跟溫度沒有關係 這個會跟溫度有關係 好 這個溫度已經告訴你它是在872K 所以你這邊的溫度是用872K 872K 所以你的平衡常數也要用872K的平衡常數 千萬不要亂扯 你這邊帶872K 然後你的K值呢 就帶這個什麼 11730.048 這不可以隨便亂帶 不能說哪一個值都可以帶進去 OK 所以呢你就解出來是 這個地方等於 負8.314 然後乘以872 再乘以R 那這邊是1.8乘以10的負4次方 OK 有問題嗎 好 所以這個地方再除以1000 我們就得到的deltaGR呢 事實上應該等於是 62.5千交額permore 這是deltaGR0 這是deltaGR0 好 這個式子 我們帶的時候 就變成是ローン 然後K2 然後K2 就指這個 0.048 除以1.8乘以10的負4次方 就等於是deltaGR0 除以8.314 溫度T1 用的是872分之1 減掉1173分之1 所以你的計算機 要慢慢的按 得到的是deltaGR 大概是 157820交額permore 所以你要除以1000 就是1000 好 最後這個deltaGR 它的計算公式 我們是利用 這個式子呢 就是回到我們剛才所看到的那個式子 用deltaGR0 減掉T deltaGR0 所以deltaSR0 事實上就等於是 deltaHR0 減掉deltaGR0 除以當時候的溫度 注意 單位要 整合在一起 這邊寫了焦耳 上面寫了千焦耳 全部把它變焦耳 大部分entropy都用焦耳 然後 然後 Gibbs Fuel Energy 用千焦耳 entropy用千焦耳 所以 如果你為了怕這些 混淆你的話 全部把它寫成焦耳 最安全了 好 把它用成焦耳 然後把它算出來的結果 這個答案應該是 109.3 焦耳permore perk 好 我們就開始回頭看一下 哈勃法 到底 怎麼樣解決 產率的問題 OK 好 如果你到Google上面去查 哈勃法就是 N2加H2 產生出NH3 它的這個地方是壓力 OK 這邊是乘率 如果這邊是ATM 它從0開始 0 100 然後再來是200 300 它的曲線就像這樣子 隨著壓力上升 因為它是N2 G 加上H2 G 產生出NH3 G 平衡的時候 你會發現 當壓力越大的時候 它就會產率 就會越高 OK 所以呢 隨著壓力上升 它的方向是 是from left to right 朝向產物的方向 所以壓力一定要增加 但是呢 因為它是一個放熱反應 OK 所以呢 隨著放熱反應呢 溫度上升的話 產率反而會下降 所以呢 我們一開始先看 同樣的350 就以比較低的溫度 350度C來看 基本上 它會變成像這樣 產率會比較高 OK 350度C 接下來 如果你升高50度C 你的產率就會降低下來 像這樣的情形 400度C 再下來 可能就跑到這邊來 這邊是450度C 然後再來就是500度C 會慢慢的 所以你的溫度不可以太高 越高的話 產率就越下降 可是溫度不夠高的話 它的反應速率就變很慢 OK 所以呢 基本上就 處在於一個是 壓力要上升 溫度呢 不能太高 太高的話 產率就下降 隨著溫度下降 產率就往下降 OK 解決方式 第一個 溫度如果不夠高的話 它速率就慢 所以呢 我們就用觸媒的方式 所以呢 哈伯法其實用了很大量的觸媒 再來是壓力太高 其實呢 會產生出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的設備費用 這樣就會上升 因為壓力越高 高壓的設備 你所要的材質 就要更堅硬 所以呢 就在一個經濟的考量上面呢 就慢慢的調整它 所以在化工的領域裡面 你就要把所有條件列出來 求出它最有經濟價值的整個process OK 那它的process 並不是要達到真正的平衡的狀態 真正平衡狀態呢 你可能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所以你可能在很 大概在這個狀況底下 壓力不夠高的時候 我就把它停掉了 所以整個看起來 你可以看到 它的壓力呢 大概是在130到330左右 然後在溫度在400度到530度 但是在這整個化學反應槽裡面 你還要放了F1O3 而且是還有另外一個K2O 這兩個混合物的一個觸媒 那觸媒裡面到底怎麼反應 那就變更複雜了 那有興趣的同學可以進入到 無機化學或是其他的領域裡面 再去研究 它不是要達到百分之百的產率 也不是要達到平衡的反應 它只要在某個時間之內 我就要把它提出來 提出來的時候 事實上它的產率是50%到20% 然後接下來就要分離 所以在化工界裡面 其實很少化學反應槽 會達到完全平衡的狀態 而是說它在某個情況底下 在最有經濟效應的時候 我就要把它整個倒出來 然後接下來就分離 分離完以後呢 還有純的N2 H2 我再把它壓縮回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這整個過程並不是一個 我們稱為就是說P4 就是做完一個實驗 再做下一個實驗 而是它是連續式的實驗 連續式的生產 那連續式的生產呢 它的得到的最高的 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它經濟的價值 而不是它的整個化學反應 要達到平衡 或是產略到最高的地方 所以這是大量生產 整個化工業裡面的整個程序 那哈勃法基本上呢 現在整個 這是2010年的阿摩尼亞的產量 大概有這麼多的重量 大概是1.31乘10的11次方公斤 幾乎全部都用哈勃法 那它的分的分佈的方式呢 就有很多 那容液方面是一大塊 然後再來是炸藥也是一塊 現在是越來越少 那還有其他的Fertilizer 就是指它的肥料的部分 OK 好 那第十章 大概就談到這裡 就是告訴你 知道整個平衡的狀況 自由能和它們平衡長數的關係 但是在真正在使用的時候 並不是完全 在工業上面生產 並不是真正要達到它的平衡 那個最後的平衡狀態 那當然還有一些動力學的考量 那等到我們在談第十四章的時候 就會開始來討論 怎麼樣讓化學反應數率變快 那這才是另外一個化學的 一個重要的主題 OK 好 所以呢 這一章後面呢 第十章裡面 就是要告訴你 拉薩特列原理 包括溶度 壓力 溫度的影響 那溫度和壓力 中間有一些定量計算 要請大家回去熟悉一下 清離子